可是如果說啦,假如說因為那個方法畢竟還是要手動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今天要寫一個程式 我希望幫我把如果是 裡面是日期的這一個列幫我刪掉的話 那我的VBA該怎麼寫 那當然我可以第一個 可以切到那個什麼Visual Basic 裡面 在模組裡面嘛,那寫 你可以開頭打一個SUB SUB,比如我要寫什麼 刪除那個叫什麼,日期列好了 OK,也許打一個叫什麼 刪除 日期的這個列 日期列,然後直接按Enter 他會自動幫我加小瓜糊EnterSUB 那也就是我可以直接在這邊寫東西 那怎麼寫 特別注意喔 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我要從最後面開始刪 最後面往下找 特別注意,那為什麼要最後面往下找 因為如果你 找到這一列 如果你把它刪掉的話 如果你從上面一直往下刪 你會發現喔 刪除它之後喔 底下的東西會怎麼樣 往上又地補了 本來是 它是什麼 原來是 5097列 那如果你把它刪掉 底下東西都會一直往上擠 那它的順序就跑掉了 所以喔 我是建議你從最下面往上刪 會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那怎麼寫喔 所以首先第1個回圈範圍是 全部的範圍 For i 等於跟剛剛一樣 最下面的列的話 其實你可以參考什麼 參考這一個 這一行 抓到最下面的那一列 空一格 到 所以它回來可能就是 Ctrl向下 5133 它會把5133放在這裡 到哪一列呢 特別是你要三日齊列的話 Ctrl向上 你不能連這一列也刪 這一列要保 所以跑到這邊結束 所以 最下面一列到2 然後後面加個Step Step加-1就可以 意思是越來越少 Step一定要加 如果你沒加它 它跑一次就 停掉 因為 預設是Step1 越來越多 OK 我們現在是越來越少 所以一定要Step-1 那做什麼呢 判斷 判斷什麼 一幅 一幅什麼呢 一幅那個儲存格裡面 假如是日期 判斷一直往上找到 找到是日期 有沒有日期 往上找 假如說程式上 跑到這邊了 日期 幫我把這一列刪掉 所以如果是日期 把它刪掉的話 那程式如何撰寫呢 如果 如果 那一個儲存格 儲存格是Sales 這個我們前面寫過 I列的 哪一欄呢 A欄 如果它裡面的資料是等於什麼 等於日期兩個字的話 所以我就在這邊寫個日期 Zen 然後打一個Zen Enter兩下打一個Enter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如果它裡面是日期 那就幫我把這一列刪掉 這一列怎麼刪呢 其實再來就要學一個叫Raw物件 Raw 加S Raw 就是 這個列的物件 那哪一列呢 就是那一列 那一列就I列 那刪除的話 就是點什麼呢 點Delete 好 程式寫完了 如果你寫這樣子 基本上其實程式也沒有很複雜 就是一個反向回圈 加上 一個邏輯 判斷 如果儲存格裡面是日期的話 就把這一列給刪掉 如果這樣寫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這樣跑一下就全部刪完 太快了 一下 6列就全部 那我們等一下 設個中段 你又跑去看一下 執行 那它一直往上找 找到5097 剛好就這 5097 想說像這樣 5097 97在這裡 OK 它找到了 它找到哪一列呢 5097這一列 然後如果要把它刪掉的話呢 那我們就直接Delete 我們看一下 按F8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5097那一列就不見了 那5098就會往上移動了 可是因為我現在是 繼續往上走 所以 並不會影響到 之後要找的 這個列的順序 但是如果你相反 我剛剛為什麼要反向回圈 如果你由上往下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那個 順序不對的問題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一般刪除列的話 建議都是從後面刪 那其他我就 不中斷 我就直接全部跑 這個時候瞬間呢 他就幫我把所有裡面 會是日期的 所有的儲存格 通通